明朝末年女军学习名衰新兴,朝鲜军成为坚持抗争。 当时还出现了一位朝鲜版的文天祥坚持抗争不愿投降。 这是怎样的历史故事? 请看影片一解析。 亲爱的朋友,这次我们看电影讲历史,要借有一部韩国历史大片, 来讲述发生在明朝末年,清朝守卫皇帝皇太极攻打朝鲜的历史故事。 朝鲜在敌人大军面前,到底要选择跪着生,还是选择战着死? 群臣争辩对立,国军面临两难的角色,这部战争大片, 是由韩国实力派影帝李炳县领先主演,在2017年还获得韩国最佳影片, 最佳导演,最佳男主角等八项提名,此外影片人物相当考究历史, 所有清朝人都说满语,发誓都是金钱鼠尾的辩子头, 力求贴系历史原貌,再看电影前,我们先将李氏朝鲜与明朝关系, 先做个基本介绍,这要说到日本大明封臣秀起, 于1592年突然派兵入侵朝鲜,朝鲜军队节级败退即将亡国, 因此向宗主国明朝求救,明朝随即派兵入朝支援, 先后两次出兵赶走了日军,因此朝鲜赶集大明再造之恩, 尊崇明朝为君父之国,朝鲜因此过上了一段安静日子, 不料三十年后,朝鲜又再度面临外地入侵, 这次换了一个药角,女真人开始崛起了, 时间来到1636年,黄太极打败了蒙古诸部, 正是称帝国号大清,在隆重的开业庆典上, 朝鲜使者宁死不贵,声称平生只贵大明皇帝, 导致黄太极大怒,决定统帅大军亲征朝鲜, 电影一开始,清军前锋追至南汉山城, 朝鲜大臣主和派领袖崔明吉, 只身单其前去清朝军营试探议和, 清军主帅故意掀来个下马威, 发射箭与至崔明吉前面威吓他, 其料这位主和派官员并非贪生怕死之辈, 面对强敌仍沉着镇定, 满清提出一可条件颇为严苛, 要将国军长子作为人质, 要朝鲜放弃与明朝君臣关系, 改为与清朝的君臣关系, 每年还要将清朝大量进攻, 崔明吉带着异和条件, 回到被围困的南汉山城, 向朝鲜国王禀报, 但遭到主战派大臣金上县等人坚决反对, 他们主张继续对抗清军, 但此时城内只有朝鲜小军一万多人, 而城外所有数倍虎视眈眈的清军, 求和的崔明吉再度奉国军之命, 又出城会见清军主将龙骨大, 缺乏耐心的清军主将, 用奴剑抵住崔明吉的脑门, 再度要求他传达, 朝鲜国军必须接受议和条件, 下次如果不带着国王长子过来, 就不要再来了, 朝中大臣见到崔明吉回来, 再度提出议和狠实气愤, 要求国军将他斩首示众, 但国军并没有同意, 面对强大清军威逼, 事战还是和显得犹豫不决, 主战派大臣金上县提议, 加急传唤各地秦王军, 前来保驾护航, 国军听起了建议发出席文, 号召各地军队前来解围, 这时在南汉山城面对清军, 朝鲜铁匠提出改造将军的建议, 在后来的战役发挥了准头, 在一次战役中击退了清军, 获得难得的胜利, 此时朝中世纪大增, 国军大喜, 国军再派主和派大臣崔明吉与国相, 趁着大年三十快要过年之际, 前去敌营送礼致意, 表面上是赠送礼物, 实则是打探军行, 黄太极是否会御驾亲征, 而戴去的礼物却被清军主帅龙骨大拒绝, 回去之后国相为了赐保, 怕被众臣弹劾没有送礼成功, 既然说出北门敌军防御孝弱, 可以率兵出击机会敌人, 国相并非是将才且刚毕自用, 外行领导内行指挥军队出击, 导致三百多名士兵, 遭到清军红一大炮的攻击, 被轰到全军赴美, 此时国相不知检讨, 却推脱责任, 让忠心耿耿的下属背黑锅, 导致一个被打大反, 另一个被至罪斩首, 并反映出了当时朝鲜内部权臣当道, 残害下属谋私为己, 这样如何团结对抗清军呢? 此时南韩山城仍被清军重重包围, 主战派大臣金上线, 再度派人把习温送出城外, 期望城外的守军, 能理应外合其退清军, 1637年正月, 虽然在清军炮火包围下, 按照冠礼朝鲜国君仍在南韩山城, 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, 从韩国人自己拍的电影, 可以真实反映出, 朝鲜对明朝深深的尊崇, 绝对不是中国历史自夸, 但此时黄太纪新帅大军, 已经兵临城下了, 派人送信告知朝鲜国君, 要求朝鲜君臣走出城外投降, 清军就不会大开杀戒, 朝鲜国君看了朝降书后犹豫不决, 众大臣都不敢表态, 都想要保存冥捷, 不想背上卖国求荣的骂名, 让国君自己决定, 最后还是主和派大臣崔明起, 为了守住居王于百姓性命, 愿意一肩扛起石入屈先义和书, 但在城内众臣们还是犹豫辩论, 但黄太纪已经等不及了, 认为没有在限定时间收到义和书, 命令清军红衣大炮猛轰城墙, 随后清军爬上城墙攻入城内, 双方经过激烈的血战, 实力弱小的朝鲜兵败投降, 朝鲜国君被迫在城外三田渡他的地方, 对着黄太纪三贵九寇屈辱称臣, 此时主和派大臣崔明起痛哭流涕, 而主战派大臣金上线, 感叹军非君朝非朝, 不愿意在蛮蚁脚下卫臣, 显格刺激以此名制, 堪称朝鲜版的文天祥, 电影就此结束, 虽然电影已经播完, 但一定会有人问, 清朝进攻朝鲜时, 三十年前封臣秀祭大军进犯, 不是都来救了把日军击退了, 这次女真攻打, 为何不来救自己的小弟呢? 其实明朝崇祯皇帝, 已经在调集水师入朝作战, 只是援军未到朝鲜已经投降了, 我们还很好奇, 主战派领袖金上线, 这位朝鲜版的文天祥, 真的自信死了吗? 电影没有演到, 但根据历史记载, 主战派金上线听说, 人祖国君即将出城投降消息后, 绝世上吊后被儿子所救, 众人得知无不惊叹, 既然已经投降清朝, 主战派大臣已不被国君重弄, 金上线辞去官职隐居山岭, 但已退隐的金上线在听说, 朝鲜政府打算应满清要求, 除兵驻征明朝的消息时, 鲍里尚书朝鲜国君坚决反对, 而黄太奇得知后大怒, 将金上线被押入清朝盛京沈阳大牢, 直至清军入关后才被放回朝鲜, 放回来后的金上线过起了隐居生活, 国王多次召他入朝都不出来, 1652年金上线病逝, 享年83岁, 死后嗜好文正, 被后人称为朝鲜的文天祥, 至于主和派人物崔明吉, 后来遭遇如何呢? 当初因为立主与清朝议和, 背负了一事骂名, 但大家没想到, 在他骨子里还是清明朝的, 弹河只是行事下的被迫失去, 议和后他被重用, 但任内不仅坚决抵制配合清朝攻打明朝, 还被帝里支持朝鲜与明朝继续交好, 企图恢复两国的朝贡, 后来明朝大将红成仇投降了清朝, 把崔明吉安通明朝事情攻了出来, 皇太极大为震惊, 立马把他也关到了圣经大牢, 巧的是他在大牢巧遇政敌金上线, 从前的死对头, 现在同为天涯沦落人, 虽然当初面对强敌围攻, 两人解决问题方式不同, 但都是希望国家好, 此时两人在牢里没有了立场纷争, 也成了无话不说的难友, 在关押了三年后, 1645年崔明吉才返回朝鲜, 两年后续是享年62岁, 事后文忠, 其实不论主战派与主和派, 对明朝还是忠心耿耿, 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, 看来也确实感动, 为何这些朝鲜大臣一心向明呢? 根据历史记载, 虽然朝鲜被迫臣服于清朝, 成为他的的藩属国, 但当时朝鲜人对清朝非常反感, 称呼他们为葫芦, 这种敌对的称呼和态度, 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比比皆是, 朝鲜在外交上使用清朝年号, 在朝鲜国内则不使用, 不少诗人反满崇明, 甚至使用崇祯, 后崇祯等年号, 致使崇祯这个年号, 被朝鲜两万世大夫沿用数百年, 他们执任同明朝位中, 华把清朝视作遗敌, 朝鲜甚至自称为小中华, 由此可以得知, 为何这些大臣们, 即使屈服于清朝的武力, 却还是愿意暗中支持明朝的, 好本期内容就讲到这里, 请关注我, 给我支持, 非常感谢。